在电影《脑震荡》中 美国演员史密斯饰演的是法医病理学家贝纳特·欧马鲁 欧马鲁发现慢性脑损伤是导致多名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死亡的一个因素 欧马鲁博士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 他是在2002年开始有这个发现的 他当时在给匹兹堡纲人队的名人堂球员迈克·韦伯斯特做CT扫描检查 迈克·韦伯斯特从职业橄榄球队退役了 但他的生活境况每况愈下 他有严重的抑郁 情绪紊乱 滥用毒品 慢性酗酒 社会经济地位恶化 欧马鲁说 他的发现让他震惊 我在他的大脑中发现了异常蛋白质的机具 类似于我们在全机缘痴呆症状中看到的脑损伤 在电影《首映式》上 威尔·史密斯说 他自己对橄榄球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我儿子打橄榄球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我跟很多职业橄榄球运动员 以及其他打了很长时间橄榄球的人聊过 他们都不知道这部影片中的故事 全国橄榄球联盟一开始不理会欧马鲁的发现 有一些非常暴力恶毒的攻击 人们叫我非洲黑人来羞辱我 最近几年NFL开始改变一些比赛规则 防止球员在比赛中头部受伤 NFL总裁罗杰·古德尔说 联盟希望让橄榄球比赛变得更加安全一些 去年前超级碗冠军球员悉尼·赖斯 和史蒂夫·韦德福特说 他们希望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大脑 用于反复脑损伤的科学研究 我在NFL得到了英勇的乐趣 但很遗憾 我没有得到英勇的保护 我觉得罗杰·古德尔实施的 让球赛更安全的规则 就像我爱橄榄球这项运动一样 令我激动 在我儿子16岁前 我不会让他当橄榄球员 欧马鲁博士说 他希望影片能让人们认识到 像橄榄球 曲棍球和拳击 这类高冲击性体育运动的风险 他表示他8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 不参加任何身体接触性的运动 他说我需要保护他们的大脑 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ri个人 我非常感谢 突然相互 但是一边 最后悦入了 我需要刷备 干涂的 怎么会让他能够 出现 感谢观看